嗨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阿刺 今天呢 我们要来接下一个资源包 这个资源包呢 有关于到近期 MyCode 2018里所宣布即将推出的东西和功能 那相信大家有关注MyCode 2018的资讯就知道 今年年尾呢 会更新到1.14版本 也就是Minecraft电脑版 然后呢 是生态系的 1.14版本呢 它更新了非常多东西 那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资源包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其中最佳推出的生物 熊猫 但这只是一个熊猫的概念 当然它并没有在MyCode上所说的功能一样 但是看起来呢 非常的相似 还有一个更新呢 就是竹子 有熊猫当然少不了竹子嘛 OK 那我们开始介绍吧 Let's go 对了 就是我前方这些竹子 哇塞 好漂亮啊 哇 真的好像竹子耶 好酷啊 然后接下来呢 众头戏来的就是熊猫 OK 我们来放一只熊猫看看 哇 熊猫 这些超可爱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逃 不要逃 哇 这个算小只的熊猫吧 我听说它有一个更大只的 没错 就是这个 巨大的熊猫 哇 这个熊猫 好大啊 这个熊猫 哇 这个巨大的熊猫 哇 太酷了吧 哇 这只熊猫真的好肥啊 OK 我再放了几只吧 哇 这个好大只 有大只的熊猫 还有小只的熊猫 它的样子其实做的还蛮像的 哇 希望快点更新啦 希望在minecraft电脑版里看到它 然后正式的熊猫呢 它好像可以吃竹 那这个呢 只是一个概念 所以不能吃竹 那其实这个熊猫呢 是北极熊的替代 然后这个竹子呢 其实是干的啦 OK 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已经结束了 虽然呢 可以赶快推出1.14版本 我超级期待的 OK 那我们这一节影片就结束了 如果有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负责出去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 不要在下方点下订阅 订阅的朋友们 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每个朋友可以订阅他谁 让他的FB粉丝 他也是个人的链接群 在影片中的东西可以关注哦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